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我们想要来问现场的观众 你们平常有没有什么 吃哪一些东西保护你的肝脏 芬妮 我听说好像 喝咖啡对肝是比较好的是不是 喝咖啡对肝脏 是 您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咖啡对肝脏的这个保护的作用 其实在这几年还蛮夯的 很多的一个研究 有显示说 它对于某一些肝病的病人 的确是有帮助的 但是最近有一些反派的研究 发现说 其实有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的代谢 那可能对肝脏还是会有伤害 所以目前还不是很有定论 共识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其实我们就还是倡导说 其实咖啡要因个人的体质 跟个人的疾病好好的来 跟他和平相处 是 那秀丁你的饱肝的方法是什么 Petball 我平常会喝一些险晶跟氧气人生汤 险晶跟氧气人生汤 是 市长你呢 我比较常熬夜 所以我妈会强迫我吃维他命B 还有叫我要多喝开水 对 是 开水 维他命B 险晶跟 对啊 这些 Petball 有没有小意思 那如果要讲到Petball 大概 那个两只手都输不完 提供我的秘方 我们常讲 饱肝最好的饮食就是新鲜食材 这个是最重要而且最好的饱肝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的料理的方式呢 尽量就是要少油 少盐 那大家就会讲 这样有告白吃的 都很快吃的 那当然呢 还有证实对肝脏不好的就是这个黄曲毒素 就是可能过期或发霉的像是花生里面 豆瓣酱里面过期 他含有的这个黄曲毒素是证实会导致肝癌的 那这个当然是要尽量的避免 那其他的其实饮食的原则 我们还是认为就是以新鲜食材 那个尽量可以让那个蔬果的摄取量增加 那水分一定要多喝 对 这样身体的代谢排泄出去才会变得好 所以以前不是听说某某某公司 来检验员工有没有认真 就是看他尿尿的颜色 对 好可怕 如果呢那个尿尿的颜色是很黄的 代表很认真 表示你很认真 连尿尿的时间都没有 那如果那个颜色比较淡的呢 表示这个人常常喝水出去溜达这样 这是一个开玩笑的 但是呢 对于我们正常的人体里面 他的确是需要大量的水分 来帮助我们其他身体里面毒素代谢这些 是所以除了大量的水分之外 也要告诉阿嬷或妈妈之类不要勤勤过期的 这个花生姜豆瓣酱就丢掉了 对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饱肝秘籍 这饱肝秘籍 平常呢 我们要饱肝 我们常讲三分钟免肝苦 我们比六分钟护医生 还要减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要抽个血 检验一下自己有没有B肝 有没有C肝 因为我们在一个B肝带员率很高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国人 大概有可能三分之二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体内有B肝肝 所以饱肝第一步一定要抽血 那抽血之后呢 我们就幸运的话 我们就可以都没有被感染 还没有保护力 我们是可以打预防针 可以来保护一下 那千万记得哦 膝肝现在是全世界还没有疫苗哦 所以还有待研发 所以还没有疫苗可以注射 那其他的当然就是控制体重 对 然后规则的运动 这一些是消除脂肪肝 很好的一个方式 是 所以就等于是有一些不良的习惯 例如说不要烟酒 不要乱吃这些棕草药 来路不明的 然后甚至 什么一些保健食品 听信人家讲的 其实有时候 我们常讲要 东西要入口 新鲜之外 你还要有认证 对 我们国家的认证还是很重要的 对 小绿人的标签 那吃东西之前一定要稍微检释一下 而且很多的东西 别人能吃不一定我们能吃 有时候就不败 所以要 额外除了健康食物之外的东西 其实要慎选 是 所以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能够让我们大家重视到肝脏保养这个问题 然后也希望大家拥有好心肝 我们今天很谢谢年医师 谢谢新杰 以及现场的三位观众朋友 我们健康日记 下次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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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